FM03中广流星王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大家好 我是加口蒋伟文 今天是2023年的1月7号 It's a Saturday 是个礼拜六 全新的一年 第一个礼拜六 Welcome 我是加口蒋伟文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每次到这个新的一年 但是对旧的年 就去年的印象最深刻 最近的一个节日 应该是圣诞节 就是去年的圣诞节 也不过才一个礼拜之前 对不对 十几天前 圣诞节如果没有小朋友 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 跟情人过的一个日子 或者是 I don't know 跟朋友一起狂欢吗 就是大家一起来交换 一些圣诞礼物这样子 好像有一阵子蛮红的 就是圣诞节 玩那种叫做 Secret Santa Claus 就是这个秘密圣诞老人礼物 有没有 就是大家都捐出一个礼物来 然后你不知道是谁送的 然后有时候你开起来的时候 有可能是很烂的礼物这样子 比如说 一袋马铃薯 这种的 就是可以用 很实用 但是 Why do you want it 你为什么要呢 对 我朋友就问我说 加口你会不会是这种点子 我说没有 因为我已经是个爸爸妈妈了 所以我们家都是过小朋友的圣诞节 讲到小朋友的圣诞节 圣诞节应该是小朋友 第二个最期待的节日了 第一个是什么 万圣节 第二个圣诞节 万圣节可以装神弄鬼 然后拿糖果 小朋友超开心的 圣诞节呢 小朋友可以拿礼物 而且家里可以布置圣诞树 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子 但是呢 就是我们家有两个嘛 一个现在已经是四年级了 小学 那Jackson呢 他现在已经是九岁了 所以他大概是 好像是七岁的时候 就已经 已经知道圣诞老公是怎么回事了 应该是爸爸妈妈装的这样子 那正好弟弟呢 我家小的儿子 今年就七岁了 我也觉得他已经充满了疑惑跟问题了 就在圣诞节的前一天 我们在弄圣诞树的时候 弟弟就跟我说 爸爸 那个圣诞老人 他怎么知道我要什么礼物啊 就是说 我也没写下来 我也没跟他讲 他怎么知道我要什么礼物呢 我说你没有许愿吗 我忘了耶 今年我忘了跟他许愿 我真的啊 那你想要什么礼物 然后他就说了一个什么 一个变形金刚的一个玩具的名字 然后我心里想糟了 因为蒋夫人已经买好他们的圣诞礼物了 所以跟他这个变形金刚完全没关系 你知道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打个预防针好了 我说 我说圣诞老公公 他应该会 就是说 以你的这个今年的表现 决定要送你什么礼物 而且没有人可以控制 圣诞老人要送你什么礼物 然后弟弟就七岁了嘛 他当然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可是他就想了一下 他竟然给了一个这样的答案 他说 好吧 算了 反正礼物就是礼物 圣诞老人要送我一个礼物 我当然要把它收下来了 不管是不是我最心里最想要的那个 他还是人家送我最好的礼物啊 听到我觉得很感动 他总算知道免费的东西不拿白不拿 对不对 免费的还不拿 还要complain 不是过太好了 差点没骂他 所以这个小孩子真的是蛮聪明的 然后而且呢 我发现他应该 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相信圣诞老人了 真的 因为在圣诞夜的那天晚上 他又问我 爸爸 而且是冷不防的问我 爸爸 你是不是就是圣诞老人了 然后他一问完 我说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问我 他说 你不要骗我 我说我没有要骗你啊 爸爸 你是不是圣诞老人了 我说 我就以这个笑容来掩饰我心中的慌张 你为什么这样问我呢 他说 不是啊 因为你是我们全家每天早上最早起床的人 我想也对 我每天早上真的是全家就是我最早起床 我都是六点十分就要起来 弄早餐给他们吃啊 送他们上学啦 然后准备中午要吃什么啦 反正 每天早上我真的是全家最早起来 从他们开始上幼儿园那一天开始 就一直都是这样子了 我都是最早起来的人 所以他这种推理的能力哦 你知道 所以我说他很快就要知道圣诞老人是 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他已经很会细细去推理了 就像他那时候六岁的时候掉了一颗牙 然后牙仙子啊 也就是本人啊 忘了在他床头边放了一个那个50元的金币 就是50块钱这样子 我忘了放 就弟弟就会去推理说啊 是不是因为爸爸那个窗户没有打开来 所以牙仙子没有飞进来 他就开始去推理这种实际的状况 就像他现在开始推理说 爸爸你是不是圣诞老人 你是我们全家最早起来的那个人 最有可能去放礼物的人就是你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 爸爸你不要骗我 你是不是 然后我就是从心里还好放下一颗大事 我就斩钉截铁的说 我不是圣诞老人 因为今年是蒋夫人去买他 他才是圣诞老人嘛 对不对不是我我没骗他 然后他弟弟第二句说 那妈妈是不是圣诞老人 我的妈呀 他这太逼问我了吧 感觉我在警察局被逼问呢 你知道我就说 那你要去问妈妈 你怎么问我呢 你去问妈妈 把这个热手 三鱼丢给那个蒋夫人 不要管他 你知道 还好 那个弟弟就说 他就打了一个哈欠说 没关系啦 反正不管谁是圣诞老人 我都会拿到礼物的 然后我就想说 今年真的是最后一年 他会获得 就是知道圣诞老人 这今年最后一年 他可能幻想圣诞老人这件事情 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 明年的尖锐的题目 我到底可不得躲得过呢 我们明年再看看吧 去年的圣诞节 就这样安然度过了 他们各自拿到 自己喜欢的礼物 虽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那个 但是他也是开开心心的 然后呢 这个弟弟呢 最后还说 谢谢圣诞老人 然后呢 哥哥就在旁边看着我 和妈妈这样子 但是也没有戳破 我们就等明年了 好了 稍微休息一下下 待会马上回到 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我是佳寇 讲伟文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讲公来说菜 好的 因为快过年了 今天就来说一道 过年限定版的酸辣汤 叫做鱼筋酸辣汤 这个鱼呢 就是我们在水里游的鱼 鲸是黄金的鲸 鱼筋酸辣汤 这是什么样的一道料理呢 这是收入在我们前一阵子 才访问过的陈炳文主厨 这一本 鲜香麻辣正川味 这本书我曾预言 一定会大卖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真的 因为我翻了一番 回去又拜读了一阵子 觉得这本书真的非常实用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川味的麻辣味的朋友们 因为很喜欢这本书 过年的时候 当然这种川味上面 有干辣椒的红的 还有花椒粒的香麻 非常适合在过年的时候吃 酸辣汤本身就是这种 酸酸辣辣的一碗汤 里面有很多食材 怎么样让它在过年的时候 可以上桌呢 这边这个炳文做了一种变化 叫做鱼筋酸辣汤 这个鱼筋用了什么鱼 当然过年要吃好料 用的就是巡龙鱼肉 你也可以用石斑鱼肉 反正你可以把它换成这种 比较昂贵的鱼肉 只要是白肉鱼都很适合 做法怎么做也很简单 不管是用巡龙鱼肉 还是用石斑鱼肉 就是大概200克左右 然后要用到豆腐 这个豆腐你可以用嫩豆腐 然后先把它切快 再把它切 对不起 先把豆腐直接切条 然后不要切太细的条 这是有点稍微粗的条 然后巡龙鱼肉 你就把它切 算是粗条 就是很像快 但是类似条 就是跟着这个 酸辣汤里面的其他食材走 酸辣汤全部都是 比如说黑木耳是切丝 胡萝卜也是切丝 竹笋也是切丝 豆腐当然我们就切条 然后巡龙鱼 或者是石斑鱼 我们也是把它切 类似条状 但是因为鱼肉很难切条状 所以应该是比较像块状的 比较长一点的块状这样子 好 这个食材都准备好了 另外在食材方面也很容易 就是先煮一锅滚水 然后就把黑木耳丝 胡萝卜丝 竹笋丝 竹笋如果你买不到新鲜的 我个人认为你买真空包装的 也是非常好吃 像真空包装都有很多选择 有那种沙拉笋的 买好一点的话 有那种绿竹笋的真空包装 我用过 真的吃起来口感很像 而且也蛮甜的 我觉得那个可以使用 那就是先用滚水把这个各种 丝类的食材 包括了豆腐条都一起把它汆烫 在这里面至少汆烫个一分钟左右 因为都切丝了一分钟差不多都会滚烫 把它汆烫一分钟左右 而且加一点盐 在这个水里面 那这样豆腐比较不容易会散掉 然后就把它取出来 把所有的食材取出来稍微沥干 那大家可能觉得说这就是汤品 为什么不把这个汤煮滚了 再把所有的食材丢进去煮就好了呢 那在这边这样做法是比较细致一点 因为豆腐有它的豆渣味 人家甚至说豆腐有时候会有个豆腥味 你用滚水汆烫过后就没有这个味道了 那各式各样食材 也都会有一些自己本身的味道 你全部把它汆烫完以后 就比较不会影响这个汤品的味道 黑木耳丝 胡萝卜丝 竹笋丝 尤其你如果是真空包装 它都有带一点酸味 包括豆腐一起把它汆烫完 拿出来沥干以后 那在汤锅里面另外取一锅 那煮滚汤锅 那这个汤锅你放着可以用滚水 也可以用高汤都可以 那你用滚水或者高汤都可以 然后把它煮滚以后 就把鱼肉先放进去这里面 先煮个两分钟 然后再把所有调味料都把它放进去 对不起 就把鱼肉放进去煮两分钟 把刚刚这个汆烫好的食材 通过把它放进去以后 然后加入调味料 调味料是就是酸辣汤的灵魂所在 白醋两大匙 乌醋三大匙 你看总共醋就有五大匙 然后再来就是胡椒粉要两大匙 然后酱油我们用湖底酱油 或者你如果没有你用普通酱油可以 也是要两大匙 所以就是白醋两大匙 酱油两大匙 乌醋三大匙 胡椒粉两大匙 然后这边要用酒大概两大匙 然后再来一点香油也是两大匙 把这所有调味料放到一个碗里面 或者直接就淋在我们汤锅里面 里面就所有的食材跟鱼肉在里面煮 然后煮滚大概两分钟以后鱼肉也熟了 准备一个鸡蛋打成蛋液 然后慢慢的淋进我们的汤里面去 这个蛋液先淋进去的时候 先不要去搅拌它 等到这个滚 因为这个汤在滚 那个蛋液淋进去你会发现 那个蛋变成蛋片有点开始滚动到汤的上面的时候 这时候你再开始用汤匙稍微把它拨动一下 让它变成蛋花 而且一片一片蛋花这样子 最后再撒上香菜 那么这个鱼精酸辣汤就完成了 通常我们酸辣汤里面会有猪血跟猪肉丝为材料 如果你还是想要放猪血的话 猪血不要忘记要先泡水去腥 或者甚至把它稍微烫过一下 猪肉丝如果你还想要加进去 我们今天是用鱼精的 也就是石斑鱼或者是熊龙鱼来代替了 那你普通你还想再加点这个猪肉丝在里面 让这个味道更浓郁的话 你也可以用猪肉丝加一点点 然后这个沾一点太白粉去汤烫 增加它的滑嫩度 Anyway这就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限定版的鱼精酸辣汤 谢谢我们的陈炳文这一本 鲜香麻辣正川味 好的在休息之前问大家一个有关美食冷知识的问题 请问大家所喜欢吃的韩国料理 我们在吃韩国料理的时候发现韩国料理不只是小菜多 他们用的筷子就跟我们不一样 你看日本也是用筷子 我们也是用筷子 我们筷子长得差不多 可是为什么韩国的筷子跟我们不一样 通常都是用金属制的 比如说铁制的黄铜制的 然后韩国的筷子还是扁的 有人就觉得这种筷子很难使用 为什么要扁的筷子 而且用金属制的材质呢 想一想韩国人筷子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 大家回来来告诉你 别走开 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口蒋伟文 今天我们厨房里来为非常特别的来宾 我们很久没有来到创作型歌手来我们这个节目了 没想到我们蒋公厨房也有信可以请到创作型歌手 而且他一路走来 其实蛮多人觉得说他真是充满了不同的经历 其实他出道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演员的身份 他自己本身也是科班系的 但是他内心有这个小宇宙一个梦想 希望自己可以完成自己当创作型歌手这个一个旅程 而且他不是只是想而已 他累积到现在已经有500多首自己的创作歌曲了 那么是在今年6月份才发行第一张这个单曲的时候 2022年了 2022年发行第一张单曲这样子 但是他你看能累积这么多首歌 他的能量有多强 让我们来欢迎这位创作型的演员slash 现在歌手重新出发 柯彭宇Tomo 哈喽你好 嗨文哥好 各位讲工厨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Tomo柯彭宇 这个声音听起来就非常让人家舒服 听说你这次单曲也是其实应该说你的歌曲 好像一直都是以这种比较疗愈系的感觉 你自己认为呢 是因为我觉得创作至于我 真的是我记录生活 跟我重新的找回自己专注自己的方式 七年前出道的 是 出道已经有七年了 但是大家对你的印象大部分 好像以前了 就是说戏剧的表现 不管电视电影 或者是这个很多综艺节目上的一些活动 甚至狼人杀都会看到你 对不对 就是好像一开始就觉得你是 在荧幕上出现的一位明星 一个艺人这样子 但是你自己心里一直想要让大家知道你的小宇宙 你这五百多首的创作 你说是记录你的生活 五百多首这七年里面 你是怎么写的呢 其实我真的随处是灵感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敏感的体质 所以我很容易对于生活周遭的发生的所有人事物 我觉得我应该是我自己小宇宙里面的那个生活观察家这样 就是比如说坐个在日本坐个电车 可能也可以get到一些灵感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结合当下的心境 这讲到这个tomo 这个也是个日文名字 但是你不是日本人 你也没有日益协同 只是因为你之前是因为 为什么原因取了一个日文名字呢 因为我因缘机会遇到了现在的日本公司 那因为我曾经就是断断续续去过日本 那在那边我觉得获得了很棒的创作的能量 对然后我觉得日本的文化也改变了很多我的想法 包含我的穿搭这样子 所以后来日本公司就帮我取了日文名字 那为什么叫tomo 因为我柯彭宇的彭那个彭的日文是tomo 柯彭宇自己心中有个小宇宙 又叫tomo 但是你的大学学的其实是戏剧科 对 那你在学戏剧科的时候那时候不会觉得说 我又没有特别想要演戏 那时候其实是因为 会不会是说歌唱也是也是一种戏剧的呈现呢 对情感的连结嘛情感的表演 那时候是朋友鼓励我因为刚开始上台北 从高雄上台北的时候其实想要做歌手没有那么容易 那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朋友就建议我说你你那么爱演 那你去考戏剧系啊你练台风啊然后演戏也根据你的情感 其实都是相辅相成都是表演 所以我就把这个话听进去就去考 他就考上了 嗯而且现在我们听听到很多这个一线的歌手啊 嗯也演过很多很红的戏的 你看周杰伦的电视电影到好莱坞去的很多的歌手 不管男女啊只要这个在唱唱功方面的得到认可 他们都会演而唱而优去演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个应该是有某种关联了 但是好像有没有这个演员演得很厉害去唱歌的 呃我好像临时吃人想不起来 可能就是柯彭宇吧 哇应该就是偷某了 谢谢文哥我是演到一半去唱歌 不过这个你说你累积五百多首这个创作 等于说你这个出道以来 后来呃当演员的身份 或者当通告艺人也好 或者在这个呃这个综艺节目表现也好 你还一直在累积不同的创作 对希望能够蓄势待发 有一天可以完成这个梦想 对那真正让你决定说 啊我今年就是2022年啊 嗯呃我决定出我单曲 我决定在这一年呃让大家知道 我想要做的真正我的梦想是什么 嗯其实 能够呃开启这个歌手身份的起源 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 我卖出了我人生第一首歌 嗯对然后因为在那之前 其实也是有跟版权公司合作 那也是在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 嗯对那2019年我觉得对公司来说 是一季就是强心增长让他们觉得说哎呃我的东西现在好像达到一个平衡市场是可以接受的 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 他们就他们就给我空间让我来思考就那我的第一张作品是什么 嗯对那我的呃我在2022年发行的非卖的青春 我第一张单曲其实是我在高雄在家乡写的 嗯对因为我觉得想跟大家介绍过去是什么样的养分组合而成 我这个人哦嗯你说2022年的那时候卖出第一首歌 呃2019年卖出第一首卖出第一首歌 嗯卖歌大家去去市场买菜常买啊也有卖菜的哦 对但是卖歌大家就不熟悉的卖歌是要怎么卖 就是版权公司会帮我们推比如说接下来会有哪些歌手要发片 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都会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就根据他们要的需求来量身定做 嗯可能是填词嗯可能是需要教一个 词曲的demo作品哦对那我卖出第一首歌是帮吴建豪 嗯他的歌曲填词的歌叫我吊了你嗯OK这个卖歌其实过程很多 这个像我刚刚说周杰伦也是啊对他也是要卖歌很多 很多这个创作型的歌手其实之前都卖过自己的歌曲 就是说你会发现有些唱红的歌其实不是这个歌手本身的 是另外一个后来很红的歌手帮他写的这种也逼逼皆是嘛 啊在我们面前就有一位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柯彭宇哈 那刚刚在广告之前的问大家一个冷这个美食冷知识哈 顺便也来问一下我们柯彭宇我看你的脸书你也蛮喜欢kpop 就是这个韩国音乐的哈对 来问你一下有关韩国的文化好了好不好好啊好那个我们刚在广告之前问大家说大家在吃韩式料理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到韩国的筷子跟我们其实有很大差别是第一个它是铁做的哦第二它是扁的嗯那这有时候觉得很难用嘛 拿起来非常不方便对然后他他就就说很奇怪又重对不对为什么韩国人喜欢用这种铁的筷子又用扁的你觉得是为什么那这一题的这是算是素养题啊就是你自己去想一想你觉得为什么没有一个选择方向啊我我我我我我想到两个层面你刚第一次就想到是炸酱面跟炸酱面有没有关系啊跟炸酱面你说可能是跟他吃的食物有关系对因为因为 炸酱面它是要拌嘛然后你拌的越均匀其实越好吃所以我在想说那个扁瓶状的形状是不是比较好拌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如果刚才说是素养的话那会不会就是以前那种比如说什么皇家礼仪哦比如说因为他们也是有有王嘛曾经有王的所以可能贵族皇室的使用的方式是可能用扁的比较难夹会吃的比较慢看起来比较优雅嘛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哇哎你一次给了两个答案了如果这是说 素养题的话我可以给你至少半分至少一半对因为这一题本来就是正好有两个答案而且这两个答案一个就是跟他们吃的食材有关一个真的跟他们王室贵族有关你怎么这么巧都碰到了对啊但是你的答案不是这么完全正确但是其实你真的都touch到很厉害啊好奇果然真的是韩国人为什么喜欢用扁的筷子用铁的筷子来吃东西不是跟炸酱面有关系 有一个说法是因为韩国人喜欢烟泡菜早年在烟泡菜韩国人都要烟泡菜他们的国民美食他们烟泡菜都是一大块一大块放在甕里面埋在地底下封存的那取出来的时候为了方便分食你想那甕里面买一大堆那个大白菜对不对怎么样才能把那白菜拿出来就用这种扁的搓块搓进去 比较容易把这个菜的梗的叶子把它切开来或者把它提出来如果你的筷子是像我们用比如说木质的或是它这个彩质地没那么硬的话它搓进去拔出来就断掉了但是韩国人的筷子是铁的又是扁的很方便切割容易插进去然后再把它举出来把这些重重的烟泡菜一个一个挑出来所以说这个对他们来说很方便这是一个说法所以就是你刚刚说的 跟吃的东西有关系所以给你半分第二个跟皇室贵族也是有关系因为据说他们朝鲜时代的天王他们都是要使用银制的筷子因为银在遇到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会变色所以说他们才可以在贵族就是说王在食用食物的时候都是用银制筷子确定说这个食物是没有毒的那贵族们也很希望跟王一样 有这种用这种特殊材质的筷子但是不可以因为只有王才用银的于是贵族以下就用铁的了就是说平民也觉得我们用贵族是用可能用黄铜的那可能买不起黄铜的人像这些比较百姓们就用铁制的筷子所以说到最后就研制至今他们就用金属的材质来当筷子还有就是说他切泡菜用的 那现在当然呢很多人也发现他这个扁的筷子的好处是韩国人吃饭很多小菜吃不完的小菜有时候那个筷子放下来像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用那个圆的筷子或者是说这个筷子是这个形状不是扁的时候会在桌上滚来滚去但是韩国人的筷子是扁的他这个要移动这么多小菜的时候整个桌子抬起来的时候那筷子比较不容易滚动也不容易掉下来所以对他们来讲是挺方便的所以说这个是 你有去过那个韩国餐厅他们有的餐厅很厉害他一桌小菜是直接把桌子直接搬出来直接在放在你面前他不是小菜一叠一叠上的他整个桌子搬出来放在你面前的所以筷子不会移动是个重要的一点了不错不错柯彭宇不亏是创作歌手又常上综艺节目猜得都蛮准的待会广告回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柯彭宇的歌声别总看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王讲公厨房We're back我们回来了好了今天我们这个厨房里面邀请到是为了创作型的歌手柯彭宇等了七年了总算这个在逐渐的实现他的梦想创作歌曲500多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是他准备要发行的单曲叫做海绵 我们就请他轻唱创作型的歌手就是要轻唱没有调音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我们听他的这个嗓音 你知道吗全部特效关掉最给我最干的声音最干的声音对我们也没有特效我们不是音乐拖光光啊不是我们不是音乐听光光好了我们来这个听听看柯彭宇的歌声海绵 哇情感很丰富耶 这是你写的 这首歌你的歌声就充满了情感的感觉疗愈系的歌手就是这样子 那海绵这首歌在写的是什么呢 我把我的心比喻成一块海绵 就是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很容易去吸收各式各样不管适合或不适合自己的养分 那有的时候会承载太多把自己搞的很复杂对所以用这首歌来提醒自己也想要鼓励跟我一样在面对这样的状况的人我们把那些东西都过滤掉然后专注在自己的本质 不错我觉得创作型歌手有时候他们歌唱的时候觉得好听可是听完就忘了那个旋律 因为毕竟有时候创作这个事情是蛮主观的 但你这首歌的旋律很容易让人家记住 然后呢鸽子这个海绵这个词我想大家也很就是说可以能够感受到你的意识 因为有海绵嘛人都是这样吸收各式各样知识好的坏的都变成自己的养分这样子 这首歌曲呢你说在也是会在20应该在2023年会发行嘛对不对 在2023年的1月份 1月份当时就可以看到这个彭宇在各大的节目中演唱这首歌了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愿发单曲了 是开始在我朝你这歌手创作型歌手的这个梦想铺路前进了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其他的这个期许或是什么样的计划你要一一去实现呢 就是接下来也有正在做的歌曲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的音乐旅程的歌曲 所以今年的重点目标还是会持续放在音乐上面 我觉得透过真的我累积很久很久的故事 然后去无存经这样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也很期待就是可能每一首歌发行的时候 无意间你可能在广播听到了 在YouTube看到了 然后可以对照每个人自己当下的心境 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成为一些人回忆里的一部分 我觉得那我做的事情就很值得 因为现在彭宇也自己也喜欢K-pop K-pop大多数让人家感觉是这种唱跳型的 很热闹然后节奏性很强 一首歌里面很多不同段的不同段的不同旋律 不同音乐的这种就是style都不一样 但我们听彭宇的歌他就是这样说好 就好像不太适合在nightclub里面播 对大家跳得正high的时候突然出现这首歌 很解 对很解 所以你的live演出的话 你会选择像什么样的一个venue 什么样的地方 因为我相信你说 其实在你发行单曲之前 你就开始在累积这种现场live演唱的经验 应该在2019年就开始了 一直到现在你整个累积的感觉 还有应该也有的养成了一批 蛮喜欢你这种歌声 这样子的创作型歌手的一些歌迷 就追你了嘛对不对 对像我2019年的时候 就有去公馆的河岸留言小河岸 因为小河岸它真的是一个独立音乐人的指标 跟梦想之地 所以其实我到现在都很难以忘记那时候第一次踏上小巨蛋 不是小巨蛋是未来 这也是对的 把自己心中梦想讲出来 我是预言家 我刚不小心 小巨蛋 几十年后 小河岸 第一次踏上小河岸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就是很兴奋 那时候就是用一把吉他 然后卡红这样 对然后还有一位和声老师和声朋友 那时候唱现场应该认识你的人不多吧 对对不对 那你上台之前会不会紧张一下 就是会 会不会各种的幻想小剧场 就待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刚开始 然后身边其实很多朋友也一路很支持我 所以其实前几场的时候是有非常多朋友来的 所以看到台下很多很熟悉的面孔 其实我蛮开心的 我懂就像市营运一样 就是这些餐厅市营运来都是朋友支持捧场 这样子 有时候市营运吃到后来就不开了 因为朋友吃完又给太多的意见了 就不好就不要了 但你可以看到彭宇呢 他从2019年市营运到后来 真的现在往自己的梦想前进了 代表口碑真的是非常好 大家刚也听到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效果音效 直接清唱 我想你对他的嗓音 应该会觉得这个辨识度非常高 下次你可能又听到这个嗓音 我听过在讲公厨房 柯彭宇 这个是Tomo 像刚文文哥说 我的声音听起来好像要感冒没感冒 这就是我的特色 超级适合这三年我们的疫情之下的情况 每个歌手其实都出现这种嗓音了 想到这个小巨蛋能站上的话 真会是你最终的目标了 哇 不敢想 我刚怎么会这样脱壳了 是不是太放松了 口不遮掩 这很重要 彭宇讲到现在七年出道到现在 因为我们是讲公厨房 我们讲的大部分都有关美食 所以才刚刚跟你分享这个美食冷知识 当一个歌手当一个艺人 在这个饮食方面其实还蛮注重的 我们韩国来讲 他们kpop叫做这个体重管理 身体管理这样子 你自己本身在这方面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小的秘诀 我自己本身方面就是 有没有什么爱吃不吃的 或是容易吃胖的 或是其实你是那种让人羡慕的身材 因为你都不怎么长肉的感觉 对我是主打不忌口 主打不忌口 就是我有运动的习惯 但是我的运动通常都是 比如说在家做tabata或hit 特别是两年因为疫情 我没办法去健身房 短时间的高强度运动 对 然后因为公司也没有期待我练多壮 对因为你疗愈系歌手 你练那么壮很奇怪 会失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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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等我不知道为什么 找借口自己不想练 对所以但但我运动的原因 就是因为除了代谢身体 然后跟就是唱歌有关系 所以我其实是真的 没有办法忍受自己不吃东西 或者是就是我太爱吃东西了 所以一天三餐 然后至少一餐一定要有饭 就是标准南部人这样 对高雄人嘛 对不对 大概广告回来 因为我们也快过年了 这个彭宇呢 这个以歌手身份 第一次这个过年回高雄去 是 这个在过高雄过年 他最想吃什么 大家回来问一下我们彭宇 好 别走开 海绵可以吃吗 海绵蛋糕可以吃 海绵蛋糕不错 休息一下 待会儿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FM103中广流行王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常常有人问我说 我在出这个料理书的时候 这个出版社都说 加口你从你这个喜欢做料理面 挑出100道来 我们来出一本书 我觉得好困难 因为100道好多 但是彭宇他有500首歌 他只挑了一首 就挑这种海绵 今天我们访问是这个 柯彭宇 他是创作型歌手 写了500多首的这个创作歌曲 是 里面呢他挑了一首海绵 为他的这个算是出 算是出到第二首单曲 是 为什么挑这首歌 在500多首歌里面 怎么挑的 这很困难吧 对 海绵我觉得 我 我想要分享的故事就是 我觉得是贴合我自己 当下最真实的景况 所以在过程里面 我比较要求 就是对自己诚实 能够诚实把这东西叫出来 然后海绵 像刚刚有分享到 新的更新的分别过滤的过程 是我一直在学习的 所以 这是我选择 等于是我的第一章 这样就是 刚刚因为还非卖的青春是序曲 然后海绵是第一章 就是关于心 对 接下来会有更多不同层面的我 像是拼图的感觉 很棒很棒 那刚刚讲到这个 要去高雄过年 回家乡过年 是不是要像海绵一样 吸收高雄的美食 我每次只要回高雄 我妈妈绝对不会 让我去外面吃东西 一定在家吃 你妈妈拿手 什么一定要让你吃到 就是我 我妈妈她其实做菜 她都是做大菜 就是比如说什么那种蚂蚁上树 佛跳墙那些东西 就是她都喜欢做大的东西 然后 所以我们每次到过年 真的是从 除夕前一天一路都会吃到在初期 你们是大家庭吗 大家族吗 很多人吗 我们家其实是四个人 但是我们都会习惯回外婆家过年 外婆家就可能二十几个 对大家会习惯大家在一起 所以真的是大家在一起吃核菜的感觉 二十几个 二十几个 人多了 很多 其实我这次回去 大家会替你很开心 对那过年时候 我热闹到唱海绵这首歌 感觉蛮寂寞 唱非麦的青春好了 别没那么沉重 不过我觉得海绵旅 像我脑海中就 旋律很强烈 尤其我这种不太会唱歌人 马上就记住 这首歌一定会大卖的 谢谢 恭喜你 柯彭宇 恭喜你 柯彭宇 Tomo 谢谢 我们希望有机会 再请你回到我们讲公厨房 好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